要睡覺了 沒有 我不要睡覺 老師明天會說你遲到 我心裡遲到就遲到 所以沒關係嗎 沒關係 大家說不行 幼兒園腦師演話句 讓孩子了解準時上學的重要性 更為大班孩子培養獨立自主能力 訓練自動交聯絡簿 或是折好外套放在櫃子上 才能順利銜接小學生活 跟你玩要放隔板 然後就可以去上廁所 上小學就是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做 其實也是要訓練他們自己的能力 尤其在大班的時候 他們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完成 如果調降師生比的話 就會變成反而就是會有很多事情 可能大人就會很想要出手幫忙 對於教育部打算調降幼兒園師生比 由1比15至1比12 幼教老師認為 對於大班學生的獨立發展 與人際關係有不利影響 完全 歡迎選擇一個讚 你不是最喜歡比讚的嗎 老師有耐心的協助幼幼班學生 學習生活常規 適應學校生活 私立幼兒園更針對學生人數 規劃不同區域的學習環境 就怕調降師生比後 會影響整體空間規劃 當初是以1比15的方式去規劃的 教室的空間跟區域 一個班級是30位 至多30位的規定 那之後到底是會開放到36位呢 還是降低到變成24位 好 那如果是36位的話 那這樣的空間是不是足夠36位的孩子來去使用 在那裡 媽媽 在那裡 在那裡 110學年度全台服務與公幼的人員將近1萬6千人 在私幼則有4萬2千多人 但因幼兒園面臨合格人員留任問題 目前幼兒園所聘用的人員中 約有3成到4成不具有教師證或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未來師生比降低 一旦需要增班 勢必出現人員招聘困境 幼稚園老師的薪資比一般行業都稍微低了一點 很多幼教系或者幼保系畢業的學生 他不想投入在幼教界 我們培育一個好的老師 至少都要3到5年 一個幼教師甚至於要到7年 那像這樣的部分怎麼可能一個政令下來 我們說要降低師生比就降低師生比 就怕師生比降低後 公幼人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 幼教專家建議 調整後的名額必須重新投入公幼的增班規劃 避免扭曲政策初衷 我們現在其實最擔心 也是社會上最緊張的是說 你未來出來的版本會不會變成 我多出來的那幾個名額 我多出來的那幾個名額反而留到私幼 或者是所謂的準公幼的市場裡面 但你因為撿了之後你反而讓這些名額外留到 非公共化的時候它其實會跟政策就會有相違背 你為什麼不撥一點錢來支持富幼 讓他暑假也能開班 或者開班之後再找另外一組人 變成是公幼跟準公幼 他的收費都一樣 然後他收拓時間都一樣 專家希望在調降師生比 須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讓公幼及私幼逐步因應 政策變革 帶新聞蔡佩穎檢員及天志忠 台北報導